现在时间5月16号早上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微型反转性的行情 粮食加在一起超过3500家个股市以反弹为主 并且北向资金大满了40亿 而且相比于前一个交易日形成一个增量 今天我们重点看成交量是否形成增加至其一其二 在昨天保险板块带领指数的一个上行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证券板块会不会继续一个发力 因为在前期我们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 保险先行紧跟着就是银行 然后就是证券板块形成一个梯次的替代 以及我们在近期强调过 石油石化板块是上证指数的压仓石 对吧 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下石油石化板块整体一个走势 我们在昨天的收片重点强调 整体市场目前进入到一个避浪反弹 关键的压力位就在3350连附近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在昨天收平重点强调 上证指数的上轨是在3350连附近 下轨是在3320连附近 我们可以把图形缩小一下 在这个位置2019年3288点突破了3220点形成高点 同样我们看到3220点附近是一个支撑 当突破了3350才会形成一个真正的趋势 我们发现那么形成趋势之后跌破也是放量下跌 然后逐渐的回到了3320到3350连区间 所以说整体指数而言我们仍然要关注它会不会形成一个震荡 逐渐的接近于3350点 同时昨天反弹的极先锋 首先是新能源板块 尤其是新能源的产业链上 那么锂矿价格形成一个触底反弹之后 会不会继续的一个上行 我们仍然需要关注一下 所以整个市场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 就像昨天我们强调拉锯战 对吧 这种拉锯其实主要考验的是什么 咱们投资者的韧性 也就是在整体市场震荡的时候 不要一看涨了就追涨 一看跌了我们就杀跌 目前我认为开始进入到一个均衡整体上涨 这样的阶段 大概率出现前期的护弱深强的走势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是三大指数共振式的一个反弹和震荡 我们需要持续关注